大自然相信的是破产制度 大自然会对自己的弱点弱的地方 也就是那些无法适应的动植物 毫不留情地消灭掉 在商业的战场上 也许没有永远的营养 但是正是这些残酷的生死更体 才造成了商业发展的生生不息 造成了人类前进的步伐 我们为什么日常生活中用的电都是交流电 交流电当年和直流电有一场大战 这场大战背后其实是大发明家爱迪生 和天才发明家特斯拉他们两个的大战 大家也许都知道 大发明家爱迪生一生有数不清的发明 是地球人创新的偶像 很多人都不知道爱迪生还是一个企业家 而且是一个没有商业道德底线的企业家 我们今天这本书来一个爱迪生暗黑大揭秘 当然因为他面对的那个强大的对手吧 让爱迪生开始有失体面 他真正的敌人是天才特斯拉 而爱迪生其实不是天才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努力的典范 我们言归正传回到这本书 电光大战 电其实本身一百多年前是一种神秘而危险的流体 看不见摸不着 还有很多人被电死了 在实验的过程中 但正是这场电光大战 让电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能源 为我所用 爱迪生认为直流电很安全 它是有道德感的 其实我觉得他大多是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 而特斯拉呢 在给爱迪生打工的时候 向爱迪生介绍了几次交流电很多的优点 他至少列举了24点来说明交流电机 交流电源源胜于直流电 正是这些介绍冒犯了当时痴迷于直流电的爱迪生 爱迪生严肃地对特斯拉说 交流电根本没有前途 无论谁去尝试交流电 你是在浪费生命 浪费时间 交流电实在太危险了 只有直流电是安全的 是可靠的 爱迪生觉得特斯拉这个年轻人有前途 但现在太不实际了 不大可靠 也许该锻炼锻炼 特斯拉呢就被从实验室赶出来了 派到俄罗港船上去修发电机 从一个科研人员变成了一个机械工程师 特斯拉很愚昧地离开了爱迪生的机械厂 当特斯拉背后有了一个铁路大王 威斯丁豪斯的时候 事件开始发生了新的转变 这个威斯丁豪斯是谁 大家可能不熟 但是可以勾勾一下西污电器 威斯丁豪斯这个名字就是西污电器 可能翻译的人比较粗暴 美国半数的核电站 其实都是西污电器建的 美国之外还有很多核电站 而且美国国内很多的水电站 都是西污电器建的 当然当初人肯定都觉得特斯拉和爱迪生去打 那肯定是百分之百败的 因为爱迪生有太多电的专利 特别是白纸灯 基本上是爱迪生一人独有专利 爱迪生已经在纽约建立了比较多的直流电机 当时整个华尔街都在用爱迪生直流电照明 从知名度资金规模 政府人脉 爱迪生的优势和态度太多了 而特斯拉这个从南斯拉夫来的一个难民 原来只是爱迪生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 当时的威斯丁豪斯也不是特别有名气 他是半路出来做交流电 交流电是当时美国公众恐慌的东西 人们听到交流电 可能就想到了报道的实验室被电死的三个人 但是为什么在这场电弓大战中 爱迪生最后没有胜呢 特斯拉胜出了 为什么 特斯拉不是战胜爱迪生 而是用事实扭转了人们对电的看法 扭转了整个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 今天这本书就能回答着所有的问题 我们参考汤姆的这本书电流战争 爱迪生先生宣战的 他不遗余力的污名交流电 当时电力事业还在初创时期 从欧洲到美国 许多科学家都研究电灯来供人照明 爱迪生是这批科学家中很幸运的一个 1877年他研发 1879年他成功的推出了白纸灯 并申请了相关专利 善于公关的爱迪生 在一个房间装了25个白纸灯 供大家参观 可能当时很多人没见过白纸灯 更没有见过这么亮的灯 第一次进到这个房屋 每个人的表情都一样 目瞪口呆 爱迪生还想把白纸灯推向整个美国 甚至欧洲世界 但灯需要电来推动 那么必须建立整个电力供应系统 最好是又便宜又实惠 企业家爱迪生带着团队努力工作 他发行股票 卖股票来融资 爱迪生带着礼品去看华尔街的大佬 并不断的举办宴会 招待贵宾 这些贵宾大作来自于市政府 爱迪生的宣传工作和公关工作都不遗余力 1882年 爱迪生正式向整个曼哈顿地区供电 同时华尔街还有很多重要的新闻媒体 都得到了爱迪生送来的电灯光明 到了1887年 美国的电力行业 基本上是爱迪生一人的天下 这时候的爱迪生拥有了 121个直流发电中心 仅仅在纽约 在1884年 欧洲的电力有个很大的改变 革命性的突破 就是变压器出现 这个信息被威斯汀豪斯抓到 他感觉交流电才是未来的电力世界 电力需要革命 1886年 西屋电器公司正式注册 也就是这一年 爱迪生开始感到不安 因为前一年 从他公司离职的特斯拉 揭示了西屋电器的老板 威斯汀豪斯 他们一起搞交流电 并开始向很多城市供电 特别是过去一年 他们在纽约市郊建了超过60个交流发电站 交流电和直流电比较起来 优势太多了 供电范围基本没有限制 可以建立在城市的郊区 偏远地区 成本非常低 甚至可以水利发电 而直流电的供电范围只有几英米 一个供电区需要一个直流发电中心 而直流电从发电到传输的成本居高不下 爱迪生坐不住了 他开始启动了公关大战 开始污名化交流电 这个大战前后持续了十年之久 1887年电光大战正式爆发 爱迪生先是从自己的年报中谴责交流电 说这个没有任何商业优势 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 特别是高压电会对人的生命和财产 都有不可估量的损害 而且他在副本中嘲笑了西屋电器的交流发电站 那里十顾聘发甚至死人 其实这时候爱迪生公司已经买了一整套的交流电系统 但是作为总裁的爱迪生 他是坚决不用 因为固执基建 因为不能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 还是成本的问题 他要继续下去 1887年 爱迪生从政府公关上准备搞败交流电 他甚至给司法系统写信 说最快捷的死亡是让电来完成 而这个电就是特斯拉推崇的那个高压交流电 最合适的死刑工具是特斯拉最新推出的交流电机 没想到纽约死刑委员会还真的接受了这个建议 纽约立法从1889年1月1日开始 电刑成为了新的死刑工具 爱迪生同时发动了更大一轮的进攻 基本上他写了一本84页的书来讽刺谩骂当时的交流电 鲜红的包装 醒目的死亡标志 告诉众生 交流电太可怕 爱迪生还呼吁全球的电力学家都起来反对交流电 任何人谁敢说交流电有点好处 那就是和大发明家爱迪生做公敌 但是特斯拉好像没什么反应 他一心在改进自己的交流电机 并设计了高压弧电灯 被很多城市的路灯系统开始采用 而这种灯是直流电无法点亮的 爱迪生这时候还在继续攻击交流电 他私下雇了一个人叫布朗 公开的实验 用300伏特 400伏特 700伏特 甚至100 1000伏特的直流电 都不能伤害一只狗 而爱迪生同时又实验了 只要用超过300伏的交流电 很容易就会电刺一只强壮的狗 爱迪生证明的是 使用交流电 这个地方最多是狗的收容所 想让狗死的地方 还有就是死刑犯的监狱 除此之外 他觉得哪里都不适合用交流电 爱迪生这么做的目的是 希望政府从法律上彻底消灭交流电 他呼吁政府立法 禁止民间使用超过300伏的交流电 布朗的实验还在继续建计 他用交流电电死了小牛 电死了高大的公马 1889年来到了一个残忍的光电战争大年 布朗先生成为纽约监狱的电刑专家 他负责把特斯拉最新的电机 设计成杀人的工具 爱迪生趁机发表了文章 说这最新的电机只要片刻时间 一个人就变成木乃伊了 这段时间内交流电和死亡和犯罪联系在一起 对民众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意义 甚至引发了部分地区的恐慌 这正是爱迪生想要的 他一直想要政府发一个禁令 消灭所有的交流电 面对爱迪生无底线的进攻 特斯拉和埃斯宁豪斯做法都很体面 他觉得道德底线和商业声望 不能搞这些东西 特斯拉更不觉得这些东西能击垮交流电的未来 他们甚至没有做任何回应对爱迪生 他们觉得要感谢爱迪生不断来宣传交流电 让交流电开始深入人心了 这时候企业家威斯丁回应了公众一封信 说他的交流电站基本上其实没出过任何大的事 更没有出现火灾 而爱迪生的直流发电站时常有火灾发生 特别他知道的 有三个直流电中心被大火烧的全没了 而特斯拉这个天才这时候全面热完善了交流电机 还改变了 改进了很多变暗器 事实上证明爱迪生想用自己的攻关 这些影响来组织科学的发展 这是搞笑的 组织事务正常的发展肯定是白费力气 是痴心妄想 特斯拉这个自信是来自于他坚持的交流电系统 整体迅速发展 这时候实际使用交流电的商用规模 其实已经是交流电的五倍了 1890年11月 电光大战突然暂停了 从伦敦来的金融危机席卷了纽约 稀物电器陷入了财经困难 他们卖掉了很多其他的业务来维持电力系统 勉强度过危机 而此时的爱迪生更难过 他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爱迪生公司雪上加爽 这时候吉皮摩根把爱迪生的 并入了他新成立的通用电器 爱迪生被请出了管理团队 他不再是爱迪生电器的老板了 而新任的老板是查尔斯科芬 而通用电器的查尔斯 好像要把电光大战继续打下去 1892年 芝加哥在大火 超大火灾之后的重建中 为支持芝加哥的发展 美国政府举办 格伦布博兰会 后来习惯叫工业博兰会 博兰会的照明工程 是一个超大的合同 谁能胜出 肯定能抓到全球人的眼光 但是这个世外照明 可能需要超过9万个灯 后来的实时 实践是用了27万 而前来投标的只有两家公司 一个是查尔斯的通用电器 另外一家 就是特斯拉经营的一个小公司 而背后的老板是稀物电器 而通用电器是漫天要价 仗着自己的名气和厚脸皮 没有赢得任何举办方的好感 1892年5月 特斯拉拿到了波兰会的照明合同 而这手通用电器 一劲的使坏 他竟然拿专利说是 开始不允许特斯拉 使用任何白纸灯 他们只能使用 没有侵权的灯泡 好在特斯拉手中 还有他的 弧光灯和塞的灯 成本比爱迪生的灯要低 而且亮度更大 唯一的缺点是 需要比较高的电压 但是用于波兰会的室外照明 是最合适的 特斯拉改进了自己的发电机 四项电路同时供电 双电机 解决了很多问题 新加坡波兰会 有2700万人到现场 有一多半是外国人 让锈屋电器 同时也是交流电 出尽了风头 一个波兰会场 用电量是当时 最大城市的三倍之多 晚上有室外 18万只灯泡同时点亮 很长时间生活在乡村 没见过电 没见过灯的人 被这个电光的力量征服了 这个博览会 他们展示了电力驱动的火车 摩天轮 电梯 还有狐狸的快艇 都是用电的 这些当时是人 从来没见过的奇观 西屋电器 27万个灯泡 把芝加哥整个夜晚 变成了电光世界 参访的观众都知道了 这一切都是交流电完成的 特斯拉的目的也达到了 这次投标合同中 他们只是相争性的 赚了一万多美金 但是 事后给西屋电器带来的 效益利润 是长久不可估量的 在这之后 交流电的污名 基本没了 而直流发电 这种设备 这套系统成为了历史 在此之后 维斯丁豪斯和特斯拉 不断的合作 拿下了美国很多电力大项目 从尼亚加拉瀑布 到很多 一直到后来的核电 不断的建立 甚至超过 2400伏特的输电系统 这时候特斯拉40岁了 他实现了自己 很小的一个漫想 在尼亚加拉瀑布下 搞一个大轮子 转着玩 当然 最后 维斯丁豪斯 好像还是败给了 贪婪的华尔街自封 当然我们只要步入商业战场 都有失败的可能 如果 我们还没有步入商业失败的战场 那我们连失败的机会也没有 更 没得谈 好了 这本电的战争这本书 基本上到这结束了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电光大战中 爱迪生 一直以后来的通用电器 都毫无商业道德底线 来攻击交流电 但事物的发展 尤其客观规律 特斯拉的专注 和微信的包容 成功地击败了爱迪生的精明 无底线 当然 也是特斯拉 用真正的先议的技术 体面地赢得了 这场 电的战争 被赶走的爱迪生 离开了电光领域 他开始了采矿 改进流声机 还注册了电影放映机 发明了聂格电池 等等等等 爱迪生 拥有一千多项专利 他是我们崇拜的偶像 而特斯拉 欠心研发 很多东西无法商用 而又不能转换成钱 他用完了自己 留下的钱之后 晚年的特斯拉 生活非常结局 靠朋友 接济着过日子 1943年 86的特斯拉 贫困中 死于性格 而威斯汀豪斯 在大战之后的时间内 创造了很多的财富低谷 他甚至想并购通用电器 但此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经济危机席卷了 整个欧美世界 威斯汀豪斯 失去了锡物电器 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最后 作者在这里引用了 商业大自然制 大自然相信的是破产制度 大自然会对自己的弱点 弱的地方 也就是那些 无法适应的动植物 毫不留情的消灭掉 在商业的战场上 也许没有永远的营养 但是 正是这些残酷的生死更体 才造成了商业发展的生生不息 造成了人类前进的步伐 好 谢谢 并月四空和尚 人生开始长阳 可是 并非四空和尚